大家好,歡迎你又來到這個協欣的 Bang Bang Channel 今天我為大家講解的就是一條 HK CEE 1999 年的 Paper 2 第 22 條 MC 事不宜遲,先看一看題目 它就說Figure 裏面展示了什麼呢? 就是 Right P 審 即是這個 它就叫你找Total Surface Area 即是整個 前 後 左 右 還有上下這六塊面的表面面積 究竟是多少 事不宜遲,我拿單案字出來再說 由於現在的科技都很先進 按鍵,剛才的圖片也出來了 而且我特地在圖片上,由於時間關係加工給你看 我拉了綠色線下去 還有一個藍色的 Highlight 加了下去 在這裏我想先說 我們要計算前後左右和上下六塊的表面面積是多少 然後加上它 而事實上,現在我想首先 就加個符號進去 我叫這條三角形的斜邊 就是藍色的三角形的斜邊 我叫它L 好嗎? 而事實上,我們另外兩條邊是否不知道 其實不是的 這個三角形的長度 這個三角形的高度 其實就是這個四 所以我們可以寫這個是4 不寫單位了,免得反 至於下面這個長度 你想真一點 這部分是5 全部分是8 那你便把大的、減個小的剩下 就是這部分 所以其實這部分 不是不知道的 其實就是說 我們知道了 那就是這部分是 3 可以嗎? 那當然啦 如果這部分是3 總共是8 那我都寫下 給自己方便好看 畫好就行了 畫得 對 那方便自己等下做數 所以我都畫下了 那這個是5 是嗎? 好啦,所以換句話來講 在這裏 我現在首先想計個L 好嗎? 那我計個L 那我直接來吧 那根據不是定理 就是4的2次加3的2次 就是等於L的2次 原因是不是定理 英文叫做Particular Firm 那當然啦 這個我給你一個highlight 讓你舒服一點 這個就是我藍色的部分 看到嗎? 對啦 我highlight了給你 讓你舒服一點 溫習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的 藍色的直角三明 就用不時定理 然後繼續下 偉大的基本功 等好在兩邊調轉射 即是L2次等於4的2次是16 3的2次是9 加上就是25 所以最後 L就等於什麼 將它2次調到旁邊 正負開方斤 即是5 我指L 當然會等於負5 當然不可能是負5 負5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縮進去5cm 是嗎? 倒插進去5cm 不可能 所以英文就叫rejected 中文就叫寫去 即是不愛它 所以換言之 我們現在得出 L是怎樣了 L有了 就是5 Cm不寫 因為免得煩 好了 按類聚 好了 我們開始正式計算 Total Surface Area 所以 回別人了 你要計什麼 就是那個 Total Surface Area 就是off 那個 right pism 直立角柱體的總表面面積 是多少呢? 你給我 我就會計算六面 首先先計算前後 有些系統 前後 然後再計算左右 再計算上下 六面加了它的面積 前後我會發現 其實它這個是一個梯形來的 前面這一塊 是嗎? 這一塊是一個梯形 那跟後面那塊 其實基本上 兩個梯形 是一樣的 看不看得到 基本上是兩個一樣的梯形來的 所以計算一塊乘二便可以了 所以我就會是 你給我 5加8 上底加下底 這個就是上底 再加這個下底就是8 再乘一個高 當然高這裏就是4 是嗎? 再乘一個高 再除二 當然這裏 因為剛才都說 前後兩塊一樣 都是體型來的 一樣的體型 所以乘二 是嗎? 即是說前後兩塊 可以嗎? 好了 再加什麼呢? 左右 首先計算左邊 左邊這個 如果你沒有看錯 這個應該是什麼 就會是一個正方形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裏是4 這部分也是4 為什麼我知道這部分是4 因為這部分是4 所以其實在這裏 我記錄它 好嗎? 拿一支綠色筆 這部分是4cm 是不是? 原因就是這部分是4 所以這部分也是4 對嗎? OK? 所以這一個 就會是4乘4 拿一支藍筆 就會是4乘4 就是左邊的面積 正方形面積 好了,至於右邊 計完左到右 就算右 就算這一塊 那這一塊是什麼呢? 剛才也算過了 L是5 然後下面這裡是4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長方形的面積 所以就是4乘5 所以我在這裏再寫下去 因為不夠位 下一項 那這裏就是 4乘5 好了 前後左右計算了 再加上下 那上面這裏呢 這一塊是什麼來的呢? 如果你給我看一下 那下面就是5 那這一部分就是4 原因就是因為這一部分是4 所以這一部分也是4 所以我也記錄好它 即是這一部分是 就是 4個Cm 對吧 所以換言之 其實這部分就是5乘4 這部分是 好了,最後再加什麼呢? 上面都計算了 差下面那塊 下面那塊 這一塊是什麼來的呢? 都是一個長方形的面積 原因就是 這一個是8 而這一部分是4 所以是8乘4 最後再加上 應該就是8乘4 是 那正個答案都接近 呼之欲出的了 所以你按機 第一塊就會是 52 再加16 再加 第三塊就是20 第四塊 5乘4 當然也是20 最後那塊是8乘4 當然是32 當然啦 有些同學都問我 這部一定要寫 當然不是 我考試也寫了 因為不值錢 直接寫這個 140 cm2 OK 行不行? 好,看看有沒有這個答案 140 cm2 140 當然有 整個答案就是2 好了 看看今天大家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OK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了 好了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希望下次有完的話 我們再見 拜拜